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坦宣理的价格 已经在反映市场对于新能源车的发展 你说到这些偏高的水平 会不会随时有干拒政策 是不奇怪的 虽然现在这个价格是环球的主导为主 但是内地的价格 会不会脱离了 所以我想这是要留意的 另外还有一点要留意 就是看这些电池 金峰或者天柴这类型股份 天柴在上游理矿的业务更多 但是金峰除了理矿之外 最主要是中下游也有 还有储电池的发展 所以成本对他 如果你说李航的价格升 对他来说可能是抵消的 互相平衡 但是天柴受惠于理矿的程度 就会明显是高一点的 但是我不太建议高追的 因为两只股份 它能打断了很多 可以先看定一点 这个就是关系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两只股份 究竟它的业务重点是什么 它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刚才提到天柴 它主要上市的时间 最大的卖点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理矿 而这个是在澳洲的 而当时其实它上市前 它这个理矿 就是因为负责很重 所以上市之后 反而有资金 令到它可以在理矿方面 慢慢的财政负担 小了之外 还可以一路产生收益 这个就是它最大的优势 只要你说金风 对加拿大那件事 对它的影响很小 但是你说如果环球 再是因为将这个利的资源 作为一些大家 互相的制裁也好 或者互相限制也好 变了影响到那个供求又失衡 供求失衡的话 令到金风其实就两样东西 刚才提过 就是它上下 上中下游都有 变了它就可能互相抵消了因素 所以你看到 金风的股价相对 如果你说在现在的环境之下 它相对是早前跌了这么多之下 现在就跟上来 如果你说整体那些价格变动 对它相对我得就比较平稳 如果价格 就是利价的上升 对它相对的优性 又是比起天齐弱一点 是 一出即义 我想现在你看到 目前去到70元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短期说 我相信它升到这个位 已经反映了很多 最近又说价格上升的因素 但70元是一个很大的关键位 9696天齐 就比较尴尬一点 这个呢 除了反映了它的基本因素之外 其实你看到它上市的时间 股价表现已经是很波动了 急升之后 急跌 究竟现在跌完了 是否就是 如果上市的时间 全部人赚钱 但当时你知 又不是很多人有很大的反应 但现在你这样掉下来 随时又上升到新高位 上升到150元 90元的位置 都不出奇 因为这只上市 差不多有没有半年了 快未到 由于上市半年之后 有没有股份要出呢 这个大家要留意 这两只呢 是有少少 就是除了基本面之外 还有这些满山股的因素 捕捉投资先机 即刻申请啦